大家好,我是美味小水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怎样在家做黄桃罐头 自己在家做的罐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而且是干净卫生更放心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刚从市场上买了20斤新鲜的黄桃 先把这些黄桃全部清洗干净 黄桃洗干净后晾干水分备用 做这个黄桃罐头要选用比较硬的桃子 这样做出来的罐头口感才更好 准备一些提前洗干净的玻璃瓶子 直接把瓶子倒扣放在蒸屉上面蒸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给瓶子 还有保持绽里面蒸屏 就说把这种材料 Unlike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已经要画了 依靠吃饭的不再污里面蒸屏 这样做主要是 olur 像眼前脏子一样 因为你会不会面对 刚才你也想办 你可适时用下油 就算带 rearrang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玻璃瓶里面放入几块冰糖 小的可以多加一个 大的话就不加了 然后分别往瓶里加入凉开水进去 如果大家在这里把握不住甜度的话 可以提前熬成冰糖水晾凉 这样就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甜度来做 这会儿全部装好了 总共装了18瓶 然后把玻璃瓶盖轻轻的拧上 瓶盖不要拧得太紧了 下来开始上锅蒸 把瓶子立着放进蒸锅里面 然后往锅里倒入足够多的凉水进去 这里一定要凉水入锅蒸 防止把玻璃瓶煮破 干锅盖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煮15分钟 如果桃子软的话 煮的时间适当的缩短 时间到后关火 然后趁热把罐头瓶盖拧紧 全部倒扣过来晾凉 只要倒扣过来的瓶子里面 不会漏水就可以 只有这样的黄桃罐头 里面才是真空状态 保存的时间才会更长 好了 咱们这个黄桃罐头就做好了 自己在家做的罐头干净卫生 试着更放心 比外面买的罐头还要好吃 这样做的黄桃罐头密封好 保存一年都不怕坏 天热的话 把罐头放进冰箱里面冷藏 这样口感会更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